什么人 这死丫头只能那么大的劲 警告你别再乱动了啊 再动老子真的在这里办了你 一道身影飞绿而来 萧兰渊 他没看这边 而且在怒气之后 用的劲不小 把这男子抛得挺远 好死不死的正好摔到了傅昭宁这边 安清 刚才那姑娘就是安清嘛 那岂不就是萧兰渊来招云山的目的 安清是他心上人 现在差点被人欺负了 萧兰渊还不得气得要杀人啊 你走开 不要过来 没事了 原来郡王也是会哄人的 看到自己喜欢的姑娘被吓成这样子 她是不是心疼坏了 你别过来 安年让我来找你的 我哥哥 我哥呢 他来了吗 他脱不开身 傅昭宁那个女人跑哪里去了 秦医怎么半天没赶上 麻烦 你还哭什么 有人来了 安清一惊 看到了快步而来的一小猴眼 傅昭宁看着突然闪到他藏身这竹丛后的萧兰渊 差点想翻白眼 小兰渊不是要保护心上人 怎么见到一小猴眼过来 反而又藏起来了 跟这耗子一样 藏在这里干什么 关你什么事 你还是不是男人 这个时候不赶紧去保护人家 躲什么躲啊 徐你大爷 你家安清有点不对劲啊 我家安清 安清什么时候成我家的了 小青青 我听说有人要欺负你 急得到处找 好不容易找到这里来 你怎么一个人在啊 一海 你别过来 我是特意来救你来保护你的呀 我派来的人怎么不见了 怎么只有安清一个人在这里 他们是一伙的 萧兰渊第一眸看着他近在眼前的脸庞 手有点痒 想戳戳他的脸 他捏紧手指忍住了 嗯 你是想躲起来 看看他想干什么 嗯 他的心上人啊 这个时候就该护在自己怀里才对嘛 他都想出去了 但萧兰渊紧紧地掐着他的腰 没让他动 你身上的披风 看着有点眼熟啊 这披风 郡王 郡王是之前就把披风给了安清 还是刚刚来过 那如果他刚才真的在这里 怎么可能只留下披风自己就走了 这不合理 所以这披风应该不是郡王刚给安清的